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说我一夜没睡 你是不是还要跑出门去 看看太阳是从哪里升起来的 那就不必了 太阳不管怎么升怎么落 都不会影响到我 这个手环的数据传输果然有问题 你来得挺早啊 穿这么正式干什么 N2X没有穿症状上班的要求吧 我马上要去集团开董事会 抽时间先来基地查个资料而已 手环的排查有结果了 王翰那里拿回来的手环 从硬件上看 与一般健康手环没有区别 但从传输数据的流向看 就不只是汇总到 海奥森体检中心的云健康系统 具体的接收地址我还在追踪 已经编制了程序自己破译了 不过还需要耗费多长时间 现在还不好估算 如果数据流向境外的话 排查耗时会成倍增长 你昨天给到我的体检中心的体检报告 我已经连夜对比筛查了 仅从化验指标看 可以初步估计 存在精神状态异常的 被试比例很高 但他们的症状轻重和具体病症 差异是很大的 我简单对比了一下 未定事件部中 已经整理出的精神异常案例 能够找到一些重合的人 那么下一步 你是打算直接接触案例中的人 调查他们与海耀森的联系 没错 一个木子忧算是孤正的话 我们或许可以多找几个病例 陆景和你 你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做久了突然站起来撑到了 昨晚就看到你吃这个药 治什么呢 药 你说这个呀 这不是治病的药 是用来提神的 安全不保密配方 特工也是正常人 一宿不睡觉也会累的 能给我来两例吗 我昨天睡得晚 万一一会儿在董事会上睡着了 怕是又要上新闻了 给你吃可以啊 但不能让你把药带走 谁知道你会不会拿具合印制药 分析配方批量生产能 那我可就算泄密了 被你看穿了 那我还是不乱吃药了 还是说说你那边的调查进度吧 海奥森搞非法治药 全公司上下不会只有秦山一个知情人 公司的骨干 他的亲信 多少都会知情 秦山现在很难苏醒过来了 我打算 从他身边的人入手查一查 而且秦山到底是怎么中毒的 我也有了初步的方向 海奥森员工跳楼事件 对 前几年 陆续爆出过海奥森工厂的员工 因不堪工作压力而自杀的新闻 但似乎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新闻热度过去 就不再有人提起了 左然一直在追查许平案 许平也是海奥森的员工 也是自杀 那么海奥森之前发生过的自杀案 会不会也有蹊跷呢 我来基地 就是想查查 能不能找到相关员工的名单 说起来 也不知道左然那边调查得怎么样了 我说去一下 是 谁是陈寒章的王夫 威力金融的创始人 怎么 遇到问题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刚结束突击审讯 人是早审完了 可嫌疑人能睡 警察不能睡啊 时间紧 我先跟你们说下 庆治安的情况吧 他倒是出乎意料地配合 可惜他知道的并不多 应该只是陈寒章团伙的外围人物 而且 庄然 你听说过昌鬼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应该看新闻了吧 最近全市都在进行安全整顿 这次整顿 会采集相关行业从业者的生物信息 娱乐行业就包括在内 我们去巡业例行排查的时候 庆治安听说要抽样后 企图逃跑 被我们抓了回来 把他的DNA 放到信息库里一对比 就发现 他与十五年前外省的一起 抢劫案有关 一直被证据 威力金融创办有二十年了 谷威是在五年前去世的 谷威去世后 陈寒章接手了公司 他的讨债生意 是来自谷威的 禁药是否与谷威有关 还不得而知 巡业酒吧 是庆志安在谷威售一下开的 从酒吧的经营成果看 主要收入 也确实是来自销售酒水 庆志安说 自己没有参与过禁药买卖 甚至因为他逃犯的身份 看到混进酒吧的药贩子 都会感人 生怕惹事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词 娼鬼 谷威手里有庆志安 当年犯案的罪证 因此庆志安 不得不听命于他 为他效力 最开始的几年 庆志安一直在威力金融打工 充当古威讨债的打手 昌贵这个名字 是古威其的 不是 是古威手下这群人 自嘲的称呼 久而久之叫的人多了 就成了他们的称号呢 还不清楚 警方也是刚知道这个消息 我始终的称号是 在结婚的称号上 今晚就能俩 可以 我不清楚 你都不认识 他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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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这些男人 他不认识 他不认识 你 昨晚他翻供了 他说那晚 陈寒章就在店里 虽然他没看到 陈寒章谋害周南 但陈寒章离开前 特意让人叮嘱了他 就当没见过傅乔 这么说 傅乔在案发当晚去过巡演 按照庆治安的口供来说 是的 这不是 陈寒章 陈寒章有谋害周南的重大嫌疑 警方是否能先把他控制起来 我先安排人去传唤附桥 陈寒章叮嘱庆治安 就说明陈寒章对周南的死是知情的 严队 你应该可以用庆治安的口供 去申请延长陈寒章的积押期限 昨日案 有时候啊 我是真讨厌你们律师 上嘴皮下嘴皮碰 有礼都能给说成没礼 我也想借此延长积押期限 但人家陈寒章的律师厉害啊 我没被迫今天就把陈寒章给放了 已经是万幸了 如果警队需要外骗法务的话 可以咨询特民司律所 我才不去给你送生意 请不吝点 询问室我安排好了 你们可以过去了 昨晚庆治安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很多细节警方也没能多问 如果你没有新发现 记得和我通气 我听警方说你们是来查中南死因的 想问什么我知道的都会告诉你们 这个人你见过吗 傅乔 你告诉警方说 他在案发当晚去过许业 是的 他去过 你见过他几次 正经能叫见过的话 只有案发那晚 大概是出事前一个多月吧 酒吧的保安 总能看到他在酒吧门口逛幽 我本来怀疑 他是在酒吧门口附近盯梢 不许业 想干点什么坏事 和保安商量 想把他刚巧 周南下班听到这事 告诉了我 这是他男朋友 周南还拜托我说 如果傅乔找上来 就说自己是这里的助唱 不能说是酒托 不 我这才知道 原来周南一直和傅乔说 他是在街上的另一家 青霸打工的 对 说不好听一点 傅乔就是去捉奸的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明白 傅乔不是担心周南下班晚 不安全来接他 而是来踩点 看周南是不是出轨了 为什么这么说 傅乔当晚来酒吧 直接就找到吧台 问我周南在哪儿 我开始以为 他是家里有事来找周南 就带他去了 周南正在陪酒的二楼 刚上楼还没进包厢 他们就撞上了 等 等老板 你等等啊 我马上 就回来 楠楠 你过来 老公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不来 恐怕还看不到 这场好戏吧 你一直骗我说 你在青霸助唱 来过酒吧街的同学和我说 你在陪酒我还不信 我还和他们解释 说你唱歌好 是挣学费去的 你知道他们都在说我什么吗 他们都在背地里说我 从头到脚都是绿的 说我果然是个街盆的老实人 老公 你别听他们瞎说 我没做那些事 你没有 那我给你买的情侣戒指 你为什么不戴手上 让客人知道 我有对象 不太好 你要是正经打工 为什么不能说你有对象 你还有什么不承认的 你就是愁鬼了吧 你就是愁鬼了吧 就算你回家过夜 那也不能证明你 傅强 你少胡说八道诬蔑我 你做事业额万买十几的钱 都是我挣的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这是干什么呢 小情侣吵架啊 老庆 把他们两个给我送进来 我给他们调解调解 后来我一直在忙酒吧里的生意 没注意傅强是什么时候走的 再看到重男的时候 他人已经没了 他就是来消遣的 每个月二十五号到三十号 他都会来酒吧消遣 消遣还要挑日子吗 他会不会是在酒吧 与其他人接头或者做生意 我不太清楚 但我想 应该是没有的 自从七年前 谷薇让我开了这家酒吧 我一直都是正常经营的 没做过违法的买卖 甚至我一度都觉得 我自己已经是个正常人了 没有案底 不被人要挟 就是个本分的买卖人 就连我店里找酒托 也是陪客人聊聊天 唱唱歌 哄客人多花点钱 没敢做违法的事 谷薇也好 陈寒章也好 也没带过身份不明的人 来我的店 是吗 我每个月 要把店里纯利润的一半 上交给他们夫妻俩 有钱人多开几门生意 拿钱生钱 找个现在过的人 帮忙管着 大概就是这样吧 从谷薇到陈寒章 手下有多少常轨 我不知道 常轨之间除了合作过的 彼此都不认识 就算是合作过 我们也未必知道 对方也是常轨 没人会把自己有案底的事 平白无故往来说 在谷薇活着的时候 差不多是吧 我认识的几个都是 谷薇活着的时候 那到了陈寒章手里 昌鬼的来源有变化 虽然谷薇是有心收落 但他哪让天天遇到逃犯不是 只能撞上一个是一个 谷薇死了之后 我听说 哦 我只是听说啊 陈寒章会给人下套 把普通人变成常轨 对 具体的是怎么做的 我也不知道 我不清楚 也猜不到 之前傅乔在酒吧附近游荡的事情 你和陈寒章说过吗 没有 这点小事 没必要让老板知道 而且陈寒章平时 不插手酒吧的经营 只等着收钱 脸生 算是有价值吗 那小子一看就是个 老实巴交的大学生 如果像警察说的 陈寒章在贩卖禁药 脸生的人可能更不容易 引起警察的注意吧 对 我当初就是在逃亡的路上遇到的骨尾 我说我是遭了抢劫落难的 他就让我上了车 没有他的话 我是逃不过警方追捕的 我那时候还当他是个好人 谁知道一到安全的地方 他就把我身上染血的衣服给扒了下来 那件衣服落到警方手里 只要一鉴定 就能和那俩言语的血对上 不仅如此 骨尾还找人做了鉴定报告 和衣服放在一起 照你的说法 骨尾和陈寒章 是需要专门的地方 来存放这些把柄的 你知道在哪儿吗 那地方只有他们两口子知道 娼鬼妹要是能知道 早就去销毁证据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减刑不减刑的 我已经无所谓了 现在想想 去坐牢也没什么不好的 我当年抢劫 是想抢了钱给家里人治病 一步踏错落到了骨尾手里 也没少替他干伤天害理的事 一桩桩一件件夹起来 已经背了远不止当年一起案子了 反而是我的老娘老婆 我东躲西藏这么多年 再也没能见过 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了 等警察通知了家属 我们大概就能见啥了 你在一开始被胁迫的时候就偷案自首 不会走到今天这步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可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甘心啊 心里还有侥幸 到后来身上案子越来越多 我就不敢偷案了 especially Weldon 然后他突然是疼心的 einfach 就俩 而且你知道吗 Except How facts 又swish 谷薇让你经营酒吧 算是你赎身了吗 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可以赎身 这都是他们两口子 说了算的 开酒吧这些年 大概是我最安逸的时候了 有时候我甚至有种错觉 我就是个普通人吧 我已经自由了 那现在这样也好 被抓了 我反而不会做噩梦了 昨晚在警局睡的这一觉 是我这么多年来 最安稳的一觉了 算了 说这些干什么呢 你们是不会懂的 那种逃亡 被胁迫 被坐牢阴影笼罩的恐惧 你们是不会懂的 你们回来了 进展还顺利吗 你们回来了 进展还顺利吗 你是头一个受我喷香水的人 我可不是索然 活得没那么讲究 那你身上的香味是哪儿来的 局里来了一批专家 在对新行径药做化验 就是在周南体内发现的那种 我刚才去看了一眼 大概沾的是药味 什么 傅乔最近一定接触过金药 颜队 要赶紧找到她 是 傅乔有实习单位吗 公民信息库里查不到 很可能还没有 我让人在她学校里问问 局里我也通知了 全市范围内搜索傅乔 是我操之过急 贸然询问傅乔打草惊蛇了 行了 你们俩就不要抢着承担责任了 谁能想到 谁能想到 原本是个受害者的傅乔 竟然会是嫌犯呢 再说了 如果不是我一直催着你们调查 想借着这个由头 延长陈寒章的积压期 你们也不会这么急 现在亡羊补牢有未晚 是 从干枯程度看 她吊在这里应该就是这一两天的事 全市有银杏术的地方不多 最密集的应该是 北区 禁药的香味 周南可能的遇害原因 根据庆之安的供词 傅乔很可能是陈寒章招募的新常鬼 我原本猜测 陈寒章是看着傅乔眼生又没有暗底 可以让她去做禁药的交易街头人 但现在陈寒章被羁押 她的生意应该没有继续运转 如果这时候傅乔还能接触到禁药的话 那她很可能是 没错 没错 我也是这么推测的 在金药的产业链中 掌握配方和生产原料的人 往往能垄断市场 陈寒章是化学系的学生 陈寒章知道她的专业之后 未必不会生出破译配方的心思 这么一说 陈寒章跑了没准还是好事了 说不定能帮我们钓到大鱼 找到陈寒章囤积禁药的地点 拿到确凿证据 我这就让人重点不控北区 左然 见陈寒章的许可批了 这边的调查我让人继续盯着 咱们先回去见陈寒章 好 换人了 你们警察队伍里还有这么俊俏的人呢 真不错 静小伙儿 等警察多没钱托 加班多钱又少 你还是来和姐姐我混吧 姐姐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出门前护后拥还有人伺候着 怎么样 嗯 这个小妹妹长得也不错 一张口就知道是个干练的人 小妹妹 姐姐我就喜欢爽脸女孩 要不您也来给姐姐打工吧 学校 是啊 事件不是咯 要不让你去提摄一个个名字 你还不知 说考虑 你还不听到 你难道 还是嘴硬到底 等着直接坐牢 娼鬼 什么娼鬼 你说的娼是哪个字 我都不知道 周南 是老庆手底下的酒托吧 我有印象 那姑娘也是盘正调顺的 年纪轻轻就染上了禁药 小妹妹 你看姐姐 我这么怜香惜玉的人 像是会害人的吗 我也没理 周南在巡夜打工 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去巡夜又只是消遣 他本人对你当然没有方案 不过 你想开拓新型禁药的买卖 是需要新常规的吗 老的那些人 和你一起四处讨债 不说犯罪 违法或者擦边球的事没少干 在道上太让人眼熟了 傅乔这样老实内向 又屡历清白的大学生 是一个很合适的新常规人选 既然是常规 总要有把柄落在你手里 比如 谋害了疑似出轨的女友 帅哥 你还挺会编故事的 你说的傅乔是周南的男朋友 故事 你就这么自信 现场一点证物都没留下 周南那天和他男朋友吵架 我是知道的 我还劝了两句 至于他男朋友叫什么 我可没记住 他是怎么死的 我就更不知道了 又怎么会知道现场有什么 你们这么言之凿凿的 该不会是抓了老庆吧 傅乔也在我们手里 那周南的事你们去问傅乔啊 周南是他女朋友 又不是我女朋友 姐姐我还是更喜欢帅哥 至于老庆嘛 他是我死鬼老公招揽的人 好像本来就是个有钱科的 他为了争取立功减罪 胡说什么都有可能 你们要是想凭他的供词 就污蔑我 我的律师立刻就去 监察部门投诉 说不说随你 事到如今我们来问你的口供 也只是立行公事 给家属一个交代 警方手里有什么证据 你不需要知道 至于投诉我 你如果是要投诉我的话 找警方的监察机构 结果是没用的 我等一下给你 律师协会的电话 也欢迎你的律师 到法院起诉我 你大概可以告我诽谤罪 但官司打不打得赢 就不一定了 刚才就说 我不知道什么猖鬼 老庆是我死鬼老公招的人 我也只是听说他不清白 具体细节不知道 他谷威干的事 和我陈寒章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什么是猖鬼 我讨债的手法是操了些 但违法犯罪的事 我可从来不干 再说了 欠债的老赖 都不是什么好人 我就吓唬吓唬他们怎么了 我手下的兄弟们 除了个别的有点过去 可也都是老老实实的 平头小百姓 伤鬼们给你打工 是因为你手里攥着 他们的把柄罪者 他们是处于畏惧服从你的 同样的 如果换了个人握着这些把柄 他们同样会畏惧服从新的主人 你用自己的一切 那种感觉 可以给你打工 你把柄里面的 对 懂的 那种感觉 就是 那种感觉 你 我 这种感觉 不 我当初遇到谷威的时候 只有二十 和钟南一样 也是个普通大学生 当时我穷 一边打工挣学费 一边还要拉扯家里 我家那地方落后 谁家出了个大学生 就好像发达了一样 修个路都要家里多出钱 家里天天找我要钱 我又不是财神爷 哪找钱去 没办法 我就一时鬼迷心窍 偷了我同学 刚收到的生活费 警察一来很快就查出来 是我做的了 把我抓到警局要拘留我 正碰上谷威去警局开证明 他就看上我了 等我从警局出来 他隔三差五就请我吃饭 给我买东西 好日子谁不愿意过 不就是年纪大点 我就跟了他 而且学校的处分 也都是他帮我摆平的 不然我就会退学了 我拼了命读书考出来 就是为了能做自己的主 出在自己的命运 上晚回到那个穷山沟 一辈子过那种女人 就是个物件的日子 还不如杀了我呢 车祸啊 是他自己不小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秦 territorial 高杠老 거지 秦山在并发之前去过的地方 都在这里了 并发之前一个月的都在这儿了 他的生活可真是够丰富多彩的 几乎就没有一顿饭是在家里吃的 全是他能购得上的会所 高档酒店 餐厅 真是去了一个遍 需要为您收集 更长时间之前的记录吗 暂时不用 等我先把这一个月的书里看看吧 那个杭助理 有什么新情况吗 杭助理名叫杭家和 与他现在法律关系上的父母 没有学员关系 他是被收养的 但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了 具体的收养信息还没查到 杭家和出任秦山的助理 是在今年年初 差不多是在许平失踪前后的事 他名义上是助理 但好像权限很大 一些海奥森的离职员工说 杭家和是个狐家虎卫的小人 还有人猜测 他是秦山的情人 情人 秦山自从离婚之后 一直没再婚吧 之前也没听说过 他有花边新闻 秦山早年家境不错 他父亲是做地产生意的 算是有点钱吧 后来秦夫生意失败 公司破产 秦山的生活也一落千丈 秦山毕业找工作 进入了他前妻 徐家的新锐地产 与他前妻结识 并且很快结婚 此后 秦山在新锐里逐渐成为高层 靠的就是妻子的裙带关系 就这样 他还敢出轨 是的 秦山为了给地产公司融资 和金融公司的女高管 暧昧不明 这事还是那个女高管 告到秦山妻子面前的 让秦山的妻子管好秦山 不要出来骚扰别人 秦山的妻子 因此快速与秦山离婚 并且让秦山竟身出户了 难怪啊 海奥森的生意也算做得大了 秦山却一直混不上台面 秦山组建海奥森的资金来源 查清楚了吗 涉及境外的投资公司 虽然有了初步结果 但还不能完全确定 已经让人去详细核查了 等有准确消息 我再汇报给您 加紧办 那个杭助理和海奥森 背后的资本 必须查识查清 是 二少爷 怎么信息都不发一个 还真是杳无音信啊 好吧 早上是在群里聊过 但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吧 现在联系你 是会影响你调查的吧 那我就识大提一些 等你周末休息了 再约你吧 通宵加班的经历 对你来说不陌生吧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你不要这么辛苦 算一算 也很久没与你并肩协作了呢 我最近 是不是太不主动了 还没有取得成果 似乎也没有合适的理由找你 看来要多花一些心思了 输给其他人 是不能为允许的 签订科的人越来越不行了 就是几页笔记而已 花的时间也太长了 是不能为允许的 还不允许的 还不允许的 恶不允许的 这次它在家的 就可以了 给你 尾 哎 好 双预 你 更好 有没有 你 longe こと 哪 cek 你 海奥森工厂 非正常死亡工人名单 好像 应该与某些东西有关联 算了 先休息一会儿再想吧 否则被你知道了又要念叨 你呢 现在好吗 如果遇到困难的话 不要自己强撑着 一定要告诉我 什么 先不抓 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无论是周南案还是陈寒章贩卖禁药案 都已经有了很多证人证词 缺少的都是客观的证物 现在抓捕陈寒 他很可能什么都不说 或者说的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 这对案件侦破是没有实质性帮助的 他没关系 这个可可没人 没有人 他没关系 他没关系 这就去做完 我说 还没关系 我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你们怎么知道 傅乔不是单纯的潜逃 而是去找把柄啊 所以才说让警方先不要抓捕 只是暗中跟踪官场 如果傅乔只是跑到北区躲起来 没有其他动作 那过个一两天就可以直接抓捕 如果傅乔在北区调查搜索 护士直奔某个明确的目的地 那就很可能会是陈寒章 收藏猖鬼把柄的地方 你说的也有道理 此外 如果陈寒章要求提前结束积押 护士你申请延长积押期 没有批下来 我建议你干脆放了它 把积押改为监视局主 你是想和对待傅乔一样 让陈寒章自己带我们找到证据 是的 反正你把他继续挤押在警局里 他也不会交代 还不如把他放出去 看看他会有什么动作 给他一个戏台 让他把戏唱完 陈寒章警惕性很高 很可能放他出去之后 在警方撤销监视前 他都会按兵不动 当然不能被动地等他行动 我们可以刺激他一下 没错 以庆治安的资历 就算他没有接触 陈寒章的核心业务 也是在公司服务多年的人 会有可信度 一旦这个言论散播开来 在被羁押很久 行动还受到限制的情况下 陈寒章很可能就坐不住 真有你们的 这是个好办法 听你们的 我这就去安排